大家好,今天要带大家去温哥华的新渡户纪念花园 它就在我们之前介绍的罗体海滩附近 从罗体海滩到新渡户纪念花园 只要步行12分钟就到了 这个花园是纪念新渡户稻灶 其实它跟加拿大没有半点关系 只是因为路过,病逝在这里 温哥华就盖了一座日式花园来纪念它 花园就位在UBC大学的校园里 幽静的环境可以令刚刚去过罗体海滩 处于兴奋状态的人瞬间冷却下来哦 这是花园的入口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尼托北是北美最佳的日式经典花园之一 是公认为日本本土以外日式花园的前五名哦 这花园的门票呢是一个人加币五块钱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了 上次来的时候因为是阴天 拍起来的效果不是太好 有点暗 所以我再来一次 刚好趁这天气好的时候再来重拍一次 有点暗 虽然这个花园只有2.5英亩大 整个花园的造园工程 由日本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监督完成的 花园内的日本枫树 樱花 日式盆栽 圆公湖 凉亭和茶道房等等 处处散发着东方园林的精致幽静 这个花园在1960年才开放给大众参观 其实Nitope反而跟台湾关系更文密切 他曾被派往台湾担任日剧时期的梁政官员 主持台湾糖业发展 他就是台湾的砂糖之父 台糖的现代化制糖工业 完全是拜他所思哦 在高雄的桥头糖厂还有他的纪念硕像 这座日式花园美丽是毋庸置疑的 跟西式花园的美有很大的不同 好比我们前几集介绍过的 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皇公园 公园里繁花市井 充满了各种花卉 而这座日式花园的美不在于繁花市井 事实上除了门口那棵 号称温哥华最大的樱花树之外 和沿着池塘边的几重杜鹃 纠尾花之外 并没有太多的花卉点缀华丽的色彩 春夏间进入这座花园 就是深浅浓郁的绿 而这种绿意给人无比的祥和宁静 有机会来温哥华的人 除了去罗地海滩之外 别忘了来尼托北纪念花园走走哦 prés炉 mam个儿 托北纪念花园 但她我想要跟同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人 它可以让开心